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那么拜登和普京会面了 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个消息 那么这场会面可以堪称是一个跨时代的 具有时代标志性的一个会面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在普京和拜登会面期间 中国国的表现却让人感觉的很奇怪 连番的发表声明 声明中俄友谊不可破坏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让人感觉中国好像很紧张 拜登和普京的会面 所以说今天准头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不分析这些蛛丝马迹的一些 不风捉影的东西 我们来从大局观 从战略角度来分析这一次 谁是赢家 谁又是最大的输家 好 那我们从谁说起呢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我们先从美国说起 拜登这次去干嘛去了 他去解决一些小问题 同时有更大的问题 小问题 比如说什么勒索软件 网络攻击 等等等等 这些小问题跟普京交换了意见 但是我告诉你 在国际政治里面 这些小问题 往往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含义 就是这些问题 其实私底下幕僚早都已经沟通过了 双方领导人是去过去干嘛 过去碰个面 做个戏 宣布一下 基本来说是这个过程 而真正的往往 有很多小消息 有很多小的小的一些诉求的时候 往往隐藏着 他们两个双方应该有一个大的政治诉求 或者一个大的要碰面的需求 导致双方不能够只通过电话沟通就完事了 不行 那么是什么大的需求呢 俄罗斯我们先不说 美国的需求 美国强烈的希望拉拢俄罗斯 拉拢俄罗斯干嘛 孤立中国 毫不夸张的说 拜登这次可谓是亮明了车马 他就是要孤立中国 他要分化中国和俄罗斯 这是拜登要去做的 否则的话 美国不敢在亚太地区有太多的动作 否则的话 容易会刺激到俄罗斯 美国现在亚太地区进行了一番的战略部署 我给大家汇总一下 主要来说有两个方面 或者说两个大的比较大的动作 一个还算是比较小一点的 就是他解除了韩国导弹的距离限制 现在韩国导弹 在韩国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发射权 而且他可以直接打到北京 当然韩国不一定敢这么做 但是韩国现在他有权限了 美国把这权限给他放开了 这个是一个美国放权的一个标志 而另一个则是日本 日本现在亚洲在上次二战当中 给他的枷锁 现在已经几乎不复存在了 美国想要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 全靠他本土在这里驻兵 怎么样的 首先面对国内的反战势力 然后面对高额的海外驻军的费用 补贴等等 美国是不可能大规模在日本 在继续扩张驻军来遏制中国的 那么靠谁呢 只靠美国现在驻的这点兵 这几架飞机是无法遏制中国的 大家也不要过分的小看中国 眼下美国是无法遏制中国的 所以他必须要发挥 对日本的主观能动性 所以日本现在开始扩军了 从事实上来说 日本正在扩军 日本正在宣誓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日本也正在谋求解开 曾经因为自己的过错 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 那这笔生意是划算的 你们我给你算算账你就明白了 在美国你要往这边派军派兵 你要怎么样 你要面对国会的质询 人民反战的情绪 还有高额的军费 可是同样是驻军 驻军是没有变 只是主角从美国人 换成日本人之后 你会发现 日本人不用你美国掏钱 不用承担你美国反战的生威 然后关键是日本人自己很积极 日本人很迫切的有这个需求 只是主角换了一下 但作用一样是遏制中国 所以说拜登现在在亚太地区 进行了这样的布局 他要发挥日本的主观能动性 帮助美国帮助他们西方世界来遏制中国 至少要保住台湾 而日本官方 日本的内部的很多的表决 包括一些言论的风声已经出来了 全部都是支持台湾 甚至有声音说 说中国如果敢打台湾 美国上不上 日本先上 日本现在他的主观能动性是非常强的 所以这是拜登的一个布局 但是这个布局会有一些负面情绪 负面效果 就像吃药一样 吃药都有副作用 这个副作用就是 日本的扩张 它会影响到谁呢 引起到俄国 因为日本和俄国之间 有一些历史的渊源 历史的矛盾 所以作为日本所在阵营的老大 美国必须要出面和俄罗斯进行一方面沟通 这方面沟通 我相信应该是没有太多的 在主流官媒里面进行的报道 因为他们很可能根本就不会放在明面上谈 但是他们背后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谈 谈这个日本问题 美国应该会跟俄罗斯沟通 就是说日本扩张的边界在那里 也向俄罗斯解释 日本的扩张 我们为什么支持它扩张 我们不是对您有意思 我们不是想怼俄罗斯 我们是要怼中国 这是拜登去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这是美国的布局 那我们现在来说今天的重点 谁是这次峰会的最大赢家呢 你以为是美国吗 你以为是中国吗 错 这次峰会的最大赢家没有之一 就是普京 别看普京现在老了 没以前当特工时候 那个风锐的肌肉什么的 没有了 但是他变得更加老奸巨滑了 还记得前两年 当时川普还在的时候 普京就说过一句话 说俄罗斯要做一只聪明的猴子 当时我还做过节目 跟大家聊过 对不对 那什么叫做聪明的猴子呢 就是要做渔翁啊 他就要看你们两个相斗啊 现在普京下场的目的 就是到了收获利益的时候了 我们来看这个事情的本质 俄罗斯跟拜登进行了会面 不管这会谈成与不成 但是我告诉你 两个人从以前的冷战互相不说话 到了两个人坐在一起谈了 这是一种本质的质变 不是量变而是质变 就两个人吵架一样对不对 两个人冷战互相不说话 现在两人坐一块了 你甭管 你说 你想干嘛呀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甭管两人坐在一起说啥 他们两人过话了 这本身就是一种实质的改变 标志着美俄关系 经历了冷战这么多年的蹉跎之后 再一次走到了展开对话的当口上 所以说俄罗斯不管怎么样 他都已经赢了 因为他改变了这个时代 他改变了俄罗斯未来的命运 也许更好也许更坏 但是他走到这个拐点上 从这一点来说普京已经稳赚不亏了 而更进一步呢 俄罗斯很有可能会在私下跟拜登再次强调 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要争霸世界的这个基础了 这个美苏争霸 你如果再往前倒 你要熟悉历史 你要知道 苏联或者说俄罗斯 苏联他们当初为什么有了一个要争霸世界的决心和雄心呢 是因为希特勒当初打碎了旧世界 希特勒把整个欧洲打成一盘散沙 所以俄罗斯在东欧成立了一帮小国 他认为自己有机会 但是历史过去这么多年了 普京我相信他应该已经 至少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不排除他内心从情绪上可能还有当年的这种苏联的梦 但是从理智上来说 他可能更希望的是兑现当初他对选民的承诺 给他的一生画上一个普京大地圆满的句号 他所承诺的 他做到了 我相信这是普京的一个性格 他承诺什么 让俄罗斯更加的繁荣 俄罗斯靠什么繁荣 说实在的 普京比中国清楚太多了 怎么繁荣 搞市场经济 怎么繁荣 跟世界做生意 所以俄罗斯这几年成功的把中国卖了一个好价钱 还记得有个希腊神话吗 据说当初有一哥们是扛天的 扛在肩板上 扛得很累 这个时候有他一个朋友过来看他 说你扛天扛得很辛苦 我给你在这吃的问候一下你吧 问问一下你 扛天的哥们就说 说这样 你看我这个肩膀一直扛着这个天 太累了 这我右肩膀 你能不能帮我暂时停一下 顶一下 你也是大力士 对不对 你帮我顶一下 我把肩膀从这肩膀换这肩膀 你看行不行 你帮我顶一下就行 那人说行吧 然后等那哥们刚接过来 这原来扛天的哥们 嘿嘿 走着您带 跑了 把那扛天的哥们晾那了 等于是偷梁换柱 就是说金蝉脱鞘 这个故事用来形容 今天的俄罗斯跟中国关系 太贴切不过了 说实在的 中国这些年真的是 没少跪舔他俄爹 那个俄罗斯的嘴巴 大中国跟大的不要钱一样 但是中国真的是舔着脸 上去就笑嘻嘻 咱们中国自己的海参崴 结果人俄罗斯拿走了 完了以后还建上自己的城市 还起个名字叫征服东方 还是叫统治东方 我忘了那个俄罗斯 俄罗斯名字的原始意思 对不对 这脸打的 然后人家是一百周年 完了以后还在中国的官媒上宣传庆祝 这就是羞辱啊 这就是赤裸裸的打脸 是左右开工抽中国人的嘴巴呀 但是呢 中国不仅是说 不说打落牙齿和血吞 中国是还得笑脸相迎 还得解释 不要不要那什么 我们在国际上只能依靠俄罗斯 中国每年买俄罗斯劣质的天然气 劣质的石油 巨额订单 俄罗斯这些年经济有所好转 你以为是美国帮他吗 呸 俄罗斯这些年的经济发展 我告诉你 是中国人的钱续的命 或者是拿中国人的命 续的老毛子的命 你懂吗 是中国用着俄罗斯劣质的资源 付着高昂的价格 抽着百姓的血 给他们老毛子续的命 我告诉你 这就是真实的情况 所以说 现在俄罗斯转手 要把中国买一个好价钱了 当然普京不傻 普京不会说 跟美国谈一个交易 然后就不管了 他们两个双方的交易 会分成一个非常细的 非常细的一个细节 你做哪一步 我做哪一步 你做哪一步 我做哪一步 俄罗斯要确保 自己把中国卖了之后 自己也已经 当我卖出去那一刻 我已经恢复到一个强盛的国家了 在这过程中 美国你要一点点对我放宽限制 这样可以最大频度的避免 就是说 美国你把我耍了 我把中国卖了 你还继续对我进行制裁 那不行 所以说 这个是一个大旗 这才是真正大旗 国内天天说 我们下大旗 你下什么大旗 我没看出你有什么大旗来 一带一路够大吗 那一带一路现在怎么样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普京下的 才是真正的大旗 现在到了收官的时候了 所以说 不管怎么样 普京已经是最大的赢家了 有人说 你这关键不对 中俄友谊不可磨灭 不可忽视 我们中国人和俄罗斯人 铁血凝成了友谊 我告诉你吧 我下面有跟你说的最大输家 就能完美的诠释 就能告诉你 为什么我说 这次俄罗斯是赢家 而中国 对没有错 就是中国 就是最大的输家 说实在的 中国这些年吃上饱饭了 过上好日子了 这本身是个好事情 但是似乎中国的强大 开始让有些人忘记了 自己曾经过过的日子 他们似乎忘记了 中国是为什么从贫穷变得繁荣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们小学课本学过 说中国以前是个贫游国家 中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 中国以前 接上人们的衣服 就几种颜色 蓝色的工人装 绿色的军装 等等等等 就接上的颜色是千篇一律 整个就活成了一个彩色的黑白照片 颜色相当单调 中国的汽车头上顶一个大包 那是以前 对不对 咱们小时候课本都学过 为什么 它要烧天然气 才能驱动 没有石油 那会中国是匮乏的 为什么中国强盛了 是中美建交了 对不对 中国劝传 邓小平弄个乒乓球 对 小球带动大球 歇了吧 这个就是美化的做法 小球真能带动大球吗 你带给我看看 带不动 直接烧了 对不对 别说小球了 那汽车也是一样的 你拿引擎 小引擎带大引擎 引擎直接烧了 你怎么带动 你带不动 真正带动中美关系 开始缓和旋转的 恰恰是美俄关系的恶化 你没有意思吗 美国拉拢中国是干嘛 中国现在能在联合国上 这个填上脸 然后天天弄一帮小弟跟着投票 中国是怎么加入联合国的 别忘了最开始的时候 联合国做的是中华民国 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美国一力促成 把台湾赶出联合国 然后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弄进来 你说它是为什么 熟悉那个年代的朋友 可能都知道 有一个叫做珍宝岛事件 当时赫罗晓夫 当时苏联直接召会美国说 我们在东北要拿原子弹 我们要干中国 你们自己去查历史去 这就是很多中国人 你们每天跪舔的俄爹 当初人家就拿原子弹 要干你 是美国强烈跟苏联交涉 你要敢动 你怎么干它 我怎么干你 不许动核武器 当时珍宝岛事件 你看这张照片 中国人是全民皆兵 你看这一排 很多那个年代活过来的 当然我没从那个年代活过 但是我看资料 我查到全民皆兵 挖那个防空洞 对不对 防的是什么 防的就是中俄彻底交火 因为美国隔着太平洋 它闲得蛋疼跑中国登陆来打你来 真正对中国的领土垂涎欲低的 恰恰是北方的老毛子 所以当时中国的什么火箭车 包括火箭弹什么的 军队都拉上前线了 多少个集团军 多少个师 就直接上前线 真准备打了 就这个时候 美国突然意识到 就跟今天拜登战略是一样的 二战刚打完 日本不能解禁 俄罗斯在中国远东的利益 无人遏制 怎么办 我发展一个本地势力 就跟今天美国解封日本来对抗中国是一样的 美国当年的政策就是解封中国 为此他不惜牺牲台湾的利益 为此他不惜当年在抗战时期 别忘了 当时抗战时期真正跟美国合作的是谁 跟美国合作的是国民政府 是蒋介石 是飞虎队 对不对 这些真正用颤火凝成的友谊 在当时政客面前 弃之如撇履 眼下利益最重要 所以今天美国现在的结果 就是当初美国重点的原因 美国要启用中国 所以有了尼克松访华 所以有了基辛格 所以有了这些人 他们要推动中国 但是你别忘了 他推动中国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跟中国有感情 他是要利用中国来遏制俄罗斯 但是现在普京和拜登会面了 跨时代的历史意义的会面 所以听到这儿 有些网友 你们就已经能够理解 今天咱们开头那个疑问 为什么中国现在这么紧张 没有错 因为中国人非常明白一句话 飞鸟进 梁公藏 狡兔死 走狗烹 中国当然不是梁公 中国也不是走狗 但是中国现在跟在美俄关系里边 就特别像一个什么呢 我给你打一个 怎么打一个形象比喻 就特别像两口子 美俄两口子吵架了 吵架了 互相不理谁了 然后中国就有点像 美国找了一个小三 用来弃俄罗斯 所以美国给这小三各种帮助 你看原本都是你的 我给他了 小三过得很好 过得很舒适 对不对 有的网友可能不愿意听 当然我告诉你 这个是事实 你不要在意小三这个词 高尚或低贱 你关注的是这个事情的本质 现在美俄开始恢复邦交了 美俄开始恢复来往了 这个时候用来弃对方的这小三 你觉得还有价值吗 大家可能不要觉得说 俄罗斯是共产主义 我告诉你 你如果真的纵观人类 2000年是更久的 人类历史你会发现 俄罗斯跟西方 其实也是一家人 知道吗 俄罗斯人老毛子跟老美 人家是一家人 只不过是走了不同的分支 从信仰来说 老美是基督教 而从信仰来说 俄罗斯是东正教 你去看看他们的教义的差别 人家是一家的 而且你再从历史来说 俄罗斯人当初为什么叫沙皇 那个沙皇是源自于 尤里乌斯凯撒 凯撒是哪的 凯撒是罗马 没有错 所以他们西方世界 不管是老毛子 还是老美 还是老鹰 他们都是罗马的后裔 而中国你是吗 中国你不是 所以这些天 中国连夜发表声明 甚至还说 普京也说了 普京说 中俄友谊 不可磨灭 俄罗斯不会忽视 中国的利益 等等 政客的嘴 骗人的鬼 政客如果说话都信的话 那还要政客干嘛 对不对 你要想这个道理 你要想他真正做的事情 美国记者访问普京 问一个问题 说你怎么看待中国大陆准备要武统台湾 那普京笑的你知道吗 就跟他主持人问了一个白痴问题一样 最后普京一边借着笑 一边研究措辞 最后说 你说这个事吧 当然我原话不是这么说的 我演绎了 就是说普京说你这事还没发生呢 笑的那个灿烂 你说这还没发生呢 我不认为会发生 你看中国他捅了吗 他没捅了吗 这个事没有意义 但是作为中国的实际上老大 中国天天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天天喊美国记录台 我们就要武统台湾 俄罗斯你会不知道吗 所以这段短短的采访里边 你就透露出老毛子对中国的蔑视和轻视 这样的态度 你指望俄罗斯来罩着中国 你脑残了吧 有句话说得好吗 所有的渣男嘴上都甜 对不对 真正你爱一个女孩 或你爱一个男孩 是用行动 是用行为 是做出去的事情来 不是嘴上 我爱你呀 你多喝热水呀 喝你妹 不喝 对不对 所以说 如果中俄的感情真的深如铁 中俄真的是相亲 互相扶持一力打倒美帝 你觉得中俄会发这样 天天发这样的声明吗 中俄会宣称我们好的 也跟穿条裤子似的 还用说我别人瞎吗 大家明白我意思吗 要知道 现在人家俄罗斯 早就已经摒弃 共产主义那一套 只有咱们中国和少数几个 不发达国家还在坚持 说实在的 现在俄罗斯人家也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共产主义 列宁 斯大林那个时期 人家俄罗斯已经认为是 那是我们历史上走到一段错路 而我们还在举着光荣伟大正确 所以这实际上 实际上中俄的分歧 从这个时候 从本质上就已经划分开了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 你们可以去搜集 你们可以去看 这些天中国是不是大动作连连 中国是不是出动了大批军机 又是围绕台湾飞行 中国是不是敢在这个档口 发射这个载人航天飞船 去它的空间站 中国是不是又做了种种的动作 它为什么要集中在这个时候示威 它是为了向俄罗斯展现它的实力 你看老大我还有用 我还很能打 不要放弃我 中国是在干这个 所以如果真正明白 我看有一些小粉红天天跟着 我祖国强大了 你的祖国要被你的俄爹卖了 要我我都愁死了 你还在笑 这真真是被人卖了 还给人数钱 说真的 有些小粉红的智商真的需要更新 你不要以为中国有原子弹 中国原子弹再多 你有俄罗斯多吗 对不对啊 美俄这么长时间都没打起来 你以为中国靠中国这几百枚 我再往多了说 上千枚原子弹 你能做什么 就像这个环球时报总编 这个胡锡进 叫嚣我们扩张核武库 可是你扩张又如何呢 真打起核战来 核岩体里边有你的位置吗 有老胡你的位置吗 没有呀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如果真的是打核战的话 我告诉你 真的打核战的话 这个世界可能包括砖头自己 咱们大部分人都是炮灰 咱们都活不下去 我告诉你 但是人家高官是活得下去的 所以说你再打核战 你再怎么摁电扭 我告诉你 真正想活下去的那些人 就包括军队里边的军官 会想方设法的来摁下 把这些事情捂下来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脱离控制 上级控制下级的手法再多 也比不过这个士兵对自己命的重要 你以为中国军人傻吗 我告诉你 中国军人很聪明 你不要真觉得中国军人傻 中国军人在必要的时候 他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决定 你看现在中国历史里面 各朝各代 就是屡见不鲜的一个例子 就是两国交战 原来老的国家被打败了 败退漠北或者败退西南 去了之后 这边打胜国家发一个通缉令 过不了两天 这个打败的国家的什么少主啊 什么最后的皇帝啊 就被装在盒子里边 砍下来了 装在盒子里边送过来了 而送过来的人 往往是跟随在这个末代皇帝 或者末代太子身边最亲密的禁卫 最亲密的这个护卫者 因为这些人知道 中国呀 我告诉你 中国从历史上 一千年两千年以前 中国春秋无意战 再往后 到了秦 秦再往后 基本到汉朝末年吧 信义这个东西 在中国慢慢的就已经没落了 所以那些武将都立过式的 喝过血酒的 各种夸张的仪式 经历的多了 可是真到了那些人 他们身家性命 他们前途的时候 他们知道自己败了 自己的势力没有了 然后呢 他们就会背叛 因为他们想要好的前程 所以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度 你熟悉历史 你真的能知道很多未来的脉络 所以说呢 今天这个拜登和普京的会面 什么没有拥抱 什么什么什么握手的时候 什么笑得很僵硬 等等等等 那都是什么 细毛麟角 没有任何的价值 而在他们背后的 我认为 我看到的 至少我个人认为 我不能保证是真实 但是我认为 真的是真实 我认为这个世界格局 就在发生这样的变化 所以对于这次的 拜登和普京会面 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看法 你们是否同意我的观点 还是说 觉得有不同的意见 欢迎咱们评论区进行留言 我每一条评论 我都会看 同样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欢迎你订阅评论 转发点赞 点开旁边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节目了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